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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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硅谷创新名叫丁丁电视 我们是硅谷第一个或者说美国第一个 连接中美创新创业的科技媒体 或者说科技的内容人脉总会 我们真的是第一个 我觉得很好 就是你看我们讲就写文章 叫一个回吹 就是另起一行 另起一行 就是一个第一了嘛 对不对 就你说的丁丁电视台 你看为什么我到这儿来做呢 因为你是因为你的唯一性或者第一性的 对吧 对 你比如说我做过很多的演讲 做过很多对话 比如说我在国内做过 比如说央视做过对话 做过很多的栏目对话 但是呢 它是在中国第一 对 那你一定有一个第一性 对吧 要不我为什么来呢 对吧 你的第一在什么地方 你是连接中美 中国和美国 三界 这个华人之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媒体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有价值 中国的企业家需要了解硅谷的 或者美国的这个信息 对 对吧 那么美国的企业家 包括我们的华人企业家 你需要跟中国的联系 和学习中国的创新 一切都是联系 所以需要 就包括创新的 就创新知识的联系 创新理念 包括一些业务自用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你有第一个维新 我说第一是 真的是就是名副歧视的第一 为什么呢 第一呢 我们是最早创办的 2009年创办 第二呢 我们是现在是内容最多的 三万多个视频 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的第一 另外呢 我们这边的积累的观众是最多的 另外我们办的活动是最多的 就好几个确实是第一个 对啊 所以你之所以在美国 你看竞争那么激烈的 很多媒体这个行业 你能够这个做得很好 那说明你一定找到一个 叫第一或者唯一性 所以在做营销的过程中 也是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首先要创造一种认知的第一 你比如为什么 你看中国的白酒 拼命争夺谁是古酒的第一品牌 那到底谁是第一国酒 我也不知道谁是古酒 你说茅台吗 茅台他真是 他说我是古酒的第一 他说他是第一 五连夜他说我是世界的五连夜 那样是第一的意思吧 你看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品牌 叫阳和蓝色经典 我们说是绵柔的第一 绵柔的第一 是中国梦的第一 你看他广告叫中国梦 梦之狼嘛 是这样 所以你虽然说这个九 你刚才讲了好几个第一 那最后大家到底记得谁是第一呢 他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第一 那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 在中国的央视这媒体第一 对吧 那有些人可以喜欢你们美国的 比如说这个BBC 对吧 他是他的媒体 那中美之间的商人 可能就喜欢你这个 叮叮电视台的这个媒体的第一 他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他是有他不同的 科技和商业 不同的需求 对 那作为这个商业营销 也是这样一个逻辑 前天我在这个硅谷做一个演讲 有一个学生跟我讲 老师我在中国 偷了三千多万美元 我最后亏得一塌糊涂 对吧 我这个也闹不清 中国那么大市场 怎么找客户 怎么 是吧 对 我到底应该从哪开始做 什么的 你看 中国这市场那么大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比如说 假如说 我们都去 比如说卖 卖这个大米 卖这个产品 一种办法呢 是我在这个 这个 纽约 这个城市 我花了很大的代价 卖了一千万 美元的 这个 这个大米 那你可能前十名都排不到 对 那比如说我排第十一名 对 对不对 对 那这些种 做营销的布局模式 第二种模式呢 比如说我拿这个钱 就到你们硅谷下面的 一个城市 到 maybe 纳帕或者什么地方 我觉得是小地方 对 纳帕这个城市 我也干到一千万 但我在这个城市 卖的是排名第一 因为它都卖久 所以你卖米 卖成第一了 对对对 是 那哪一种布局是对的呢 那很多人会说 我是纽约市场大 可以从第十一 干到第十 到第九 之后到第一 也没什么 概率是有的 但是概率很小 除非前面的十个 你其他竞争对手很厉害 他分分钟把你干掉了 对呀 除非他让着你 让你做到 就要他一使劲 一生气 做个促虚 做个什么办法 把你赶出了纽约市场 叫一夜回到解放前 极有可能 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那就是苦大仇深了 美国人搞不清什么叫解放了 我们中国人知道解放前很苦 对对 就说那意思就是原来很苦 后来奋斗成功了 突然之间又垮掉了 对对对 就像我们有些人创业 创业这叫四年又回到原点 这不叫一夜回到解放前吗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 我们一个小城市 要说我们做到第一以后 你有什么好处 你在当地会有影响力 对 你会整个的渠道资源 中断资源 人力资源 包括甚至于一些政府资源 政府的优惠政策呀什么可能都会给你 对吧 一些我们的电影电视台 都去给他报道 对不对 那他就会 在这地方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人会想取代你在这个城市的位置 都很困难 所以真正的会做事的人 高手 他绝对不是从第十到第五到第一 他一出手就是一个地 从一个地走向另外一个地 从局务地走向全局地 您说的这个 我就觉得克林顿总统 其实我觉得他就知道这个 因为当时他两夫妻两个人 搬到小石城那么一个地方去 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开始去竞选 他才有希望 然后竞选一路上来 然后从那个地方最后成为总统 他如果一开始是在纽约 什么在旧金山 肯定根本就没他的份选不上的 对 他先在一个局务的一个州 阿肯萨 阿肯萨的这个一个小地方 对 这个地方就给他休息 他就把资源都占尽了 然后有信心了 而且这一档地出来 就经过媒体一报道 他说阿肯萨 从阿肯萨这么一个地方 出来的一个政治明星 你想如果他不是从阿肯萨 比如他从纽约 他搞成一个第六 人家说哎呀 这个人不是个欢迎吗 之后他回到这小周 因为人喜欢他 所以他这么 他是一个地 走向另外一个地 从局部地走向真地地 他就变成了美国的总统 所以这就是你看 做什么事情 他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对 就是说呢 其实有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古语说 您做这个凤尾 不做鸡头 但事实上呢 在营销的这个方面 其实陆老师讲的 非常有道理 就是一出手 就是第一的营销方法 那么陆长权老师 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短片 他的营销理论 比他名字更响亮 他是众多成功企业的 幕后导师 他用二十年 构建了中国营销的 理论体系 他领导的赞博 管理咨询集团 服务过上千个品牌 成为中国营销咨询 领域的标杆 他用实践告诉我们 没有哪一个品牌 强大到无法被挑战 没有哪一个企业 弱小到无法去竞争 他被认为当代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营销专家 陆长权